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现在我们国家的现状就是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不断的在上升 尤其是脑足中 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寿命的主要原因 而伴有同型半光氨酸升高的高血压患者 发生脑足中的风险会更高 因此对于同型半光氨酸升高的普通人 或者是H型高血压的病人来讲 可能都需要平时补充叶酸 来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而对于无论是高同型半光氨酸血症的患者 还是H型高血压的患者来说 我们补充0.8毫克的叶酸 既能够有效地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又相对来说安全有效 但是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 叶酸也不是补得越多越好 对于同型半光氨酸升高 并且正在补充叶酸的患者 我们建议大家服用叶酸2到3个月之后呢 复查一下同型半光氨水平 那有些患者经过补充叶酸之后呢 同型半光氨酸的水平降下来了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想 停用叶酸不用再吃了 跟大家说这是不正确的做法 因为更多的医学研究发现呢 叶酸的补充至少需要三年 才能够看到对身体的好处 那另外呢 有一些医学研究 甚至需要四到五年 才能看到补充叶酸的益处 所以说呢 大家吃了几个月的叶酸 同型半光氨酸降下来了 这个时候呢 一般不能停用叶酸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需要长期口服 才能看到补充叶酸 带来的一个好处 好了希望今天的内容 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咱们下期见